風聲鶴唳 反警方突襲 學運緊急回防 你走到哪裡 我之前就想不到去買棺材 買你的棺材啦 那你要是在棺材啦 太陽花學運人潮有減少的傾向 昨天甚至一度不滿千人 卻來了不速之客 一名不幸男子 此鐮刀到抗議現場 大喊要幫父母掃墓 隨時拿鐮刀 將帳篷割破幾個大洞 這感覺是他是有一天精神病的 就是亂砍亂砍 男子被民眾制服後 由警方押走 調查鬧事動機 到手炮吧 手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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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腳炮也剩病了 此外教育部長江偉寧 早上六點多就到現場 了解學生靜坐的狀況 被記者發現後 不願受訪 快度離開 對人潮減少 學生表示這是自然的現象 我還是會覺得有一點難過 可是有些人要上課 有些人要上班 真的是沒有辦法 可是母會檢視下去 不過晚上傳出警方集結 可能發動奇襲 學院總指揮陳薇婷緊急號召回房 群眾回流至三千多人 行政院趕緊重新 這一切都是誤傳啦 東新聞 綜合報導